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一個同事在大陸行動裡面 在香港這件事件裡面 都出了很大力 個個都是無名英雄 很多人都受了傷 我只不過是因為受了傷 這個期間又被傳媒、傳媒朋友們 和網民們特別注意 所以就代表了我們的警隊上 去參加這個國慶 這個名義歸於他們 當日我們在裴總差館裡面 是保護裴總差館的 去到十點三四個時 有一個應該是政見不同的男士 幾十人在那裡 吐打他 情況去到幾危急 因為見到他已經是憂黑了 昏迷了 但我出去的時候 受到很激烈的推阻 攔阻我們 攻擊我們 當時我手拿了最多零燈的散彈槍 這把槍全部裡面的彈 都是部隊彈來的 當時有人嘗試搶我們的槍 雖然我被人打了這麼多次 都差不多 其實我有少少 雲穩地 但就因為他想搶我們的槍 你一個舉動過 就把我全部靈魂扯了回來 立刻醒一醒 但因為他仍然繼續打著我們 所以我很無奈 你會在畫面上見到我要擒槍 因為如果再不擒槍的話 發生的事件 我當時會預計到就是 如果我被人襲擊到 會是保護不到自己 躺在地上的話 我的同事 情況都會一樣 其實很快趣 當日一受傷 傳媒已經拍到我的樣子 放上網上 很快趣 都不夠個小時 我的電話不斷地響起 全部都是在說初後 那個朋友去到哪裏呢 一個小時五百至七百個電話 無論是不分日夜不分 不分時候 他會找我的家人是哪一個 之後就會在網絡上面 散佈一些仇患的訊息 他說要殺死包括我太太 我的子女等等 這些都是令到我家人很擔心 兩個小朋友 很多的 當時還在暑假 很多暑假的暑假活動 都全部都停了 我們沒有去到 那這些 令到兩個小朋友 都學習機會損失了 其實現在我出街 被人認出的 都有一些人會馬上說 你是不是光頭阿sir 你可不可以跟我拍一張照 你努力啊 不要放棄啊 香港靠你們啊 是幾隻字 幾句說話 一張照片 但是其實是 很容易感動到令到我們哭 因為其實 落差太大了 一邊人會說我們是黑警 但是怎麼轉 原來在社區裡面 橫街小洪裡面的市民 他會主動去跟我們說 很支持我們啊 我們是收到的 而 而 試過幾次的場合 我幾乎都流眼淚 有時候我看到這些情況 我都要寫WhatsApp 通知其他同事 市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動力 希望 繼續有這些 有沉默的群都不要緊的 繼續沉默 不要緊 但是都要支持警隊 其實我們香港這個繁令安定 其實我覺得 得來不易 這個都不是我們的功勞 是我的上一代 我爸爸媽媽 或者是更加多的 現在上一年紀的朋友 的功勞 我們這輩子的責任 就要維持它 繼續繁令安定 而你不去做 不去出一份力都好 都不應該破壞 破壞完之後 又怎麼去復修呢 那你怎麼對得住 我們上一輩子的前輩呢 我們的父母呢